一家如果出一家就好了 這家出兩家了 我跟你說 亂營你知道嗎 孫正義他的總市值 到了100億美金 可是他的弟弟不慌多亂 大家也不知道說 孫正義還有個弟弟 原來名字叫孫太常 他是謝基森的什麼 一個所謂的創新產業的創辦人 你知道嗎 其實這兩位兄弟的爸爸很傳奇 他爸爸是創什麼 是在日本做抬襟口 但是培養一對兄弟 好 這個弟弟基本上也比哥哥厲害 他在日本做新創產業是做手游的 大家不知道手游 過去的 從現在到現在 四年之內開了 全世界開了90幾家 這樣的手游公司品牌 好 我們看他怎麼做了 他最早是碰到楊智遠 你知道嗎 雅虎那個 他跟他在聊天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很久之前 才了解說什麼叫做入口網站 什麼叫做收勤引擎 好 孫太常就發覺說 跟楊智遠談完之後 對不起 他自己要創造 所以他就自己創業 就花了200萬美金 在跟日本合作之後 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每天工作20小時 也是做什麼 搜尋引擎的 類似這樣的 建立一個引擎的一個市場 後來他發覺說不對 因為我們在Notebook裡面 入口網站裡面 基本上做是點數嗎 要什麼什麼會員卡 Paisé 最新的智慧型手機 下載是免費的 完了 他做Notebook 要回到這個手遊的智慧手機裡面 等於是什麼 成本很高 所以他乾脆說好 那我就開始什麼 開始做手遊 就進入線上遊戲 成立一個公合 等於說一家公司 然後這經過的十幾年 二十年 他失敗 他其實失敗過程 失敗過程裡面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成本太高了 好 所以他就享受失敗 有些人他就想到他老爸一句話 他老爸以前做Pajinco 有些人問孫代祥說 你今天小學上什麼課 孫代祥跟他講 我上數學 他老爸竟然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數學老師的話不可信 為什麼 什麼事情要靠自己 老師也不是重要 完全要靠自己 好 他就覺得想做自己一款戲 那就開始做一個 就跟數學老師有什麼關係 他老爸發覺說你要有信心 不是老師就學 像國恩老師一定要聽 像余美人國恩老師一定要聽 好 他就開始做這個龍族拼圖 這個線上遊戲出來不得了 你知道嗎 他在2012年開始做這個 所謂的手遊遊戲 那個第一天下載量才400萬 過了一年下載萬2200萬人次 再過一年下載萬4200萬人次 然後不得了就風靡33個國家 這個公司基本上 他的總市值已經超過什麼 現在超過100億美金 跟他老哥怎樣 一模一樣 他個人的身價現在33億美金 而且什麼 登上富比式的世界富豪 而且他四年投資92家公司 可是他前面經過大概十幾年的失敗 所以他告訴我們最大的一個事情 說人生要做你什麼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他最想做的事情讓他成功 而且什麼 跟他哥哥齊名 身價齊名 OK 好 我們問一下世聰 大陸也有巴菲特 沒錯 這幾年中國大陸在講說 我們其實不要羨慕美國有巴菲特 我們大陸也有個巴菲特 這個叫做什麼名字 叫張磊 他目前是高齡資本的創辦人 他目前總身價大概是170億人民幣 他有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因為他這個高齡資本的話 是2005年才成立 他每一年的回報率 每人你知道多少嗎 39% 每一年都39% 很厲害 巴菲特他才18% 他是39% 所以人家為什麼叫他是中國巴菲特 因為他的報酬率比巴菲特還要更厲害 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一開始 我們跟他投資三年通通回本 對啊 真的很厲害 真的非常厲害 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第一個 他學歷非常好 他是個學霸 他從小 包括說他是河南省的高考狀元 在中國是一個省的狀元 你就知道說很厲害 後來念到中國大學的 我們講萬中選一 在大陸這種一個省的高考狀元 那是百萬中選一 河南省人數快要破億 他是億中選一 你就知道多厲害 不然這樣講 因為每一年 我講的就是說 因為每一年大陸考高考的人 大概就是一千多萬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百萬中選一 對 所以他後來去人民大學 念了經濟學士後 後來到海外去 他到耶魯大學去念了雙碩士 然後後來又擔任他們校董會的 包括說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他到校董會 他們有一個叫做耶魯捐贈基金 就是校友捐贈的基金 的基金下面去工作 為什麼他去工作 他那時候認識了操盤人 叫大衛史文森 大衛史文森很厲害 因為耶魯的基金 一直操盤得很好 所以耶魯為什麼一直是名校 因為他錢多多 校友捐贈進來之後 他又會滾錢 這個史蒂文森 就教他怎麼去投資 他就跟他說你要好好的去看 一些基本面的研究 所以他就他怎樣 他就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到中國去考察 中國當時剛萌芽的一些網路公司 所以他後來跟很多 包括說像騰訊的馬化騰 阿里巴巴或是京東的劉強東 他們關係都非常好 因為到2005年的時候 他就跟耶魯的捐贈基金 就說這樣 他就說你乾脆就投資我 三千萬美金 我幫你來投資 中國大陸的市場 要不要 結果後來沒想到 耶魯的大學就說 好 那我就讓你投資 他就成立了這個高齡資本 你知道他投資什麼 我不知道講到他真的非常厲害 他的早期的一筆投資 是投資騰訊 騰訊的話 我當然現在很厲害 我查一下他今天最新的市值是 3.69兆港幣 折合美金是4733億美金 可是你知道他在什麼時候投資 他在騰訊市值只有20億美金的時候投資 如果20億美金他的投資 擺到現在為止的話 是賺了236倍 這個數字非常誇張 然後後來他要投資什麼 京東商城 京東商城的時候 他那時候投資多少錢 他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他去跟劉強東說 我要投資你 我要投資7千 劉強東說不好意思 我們沒那麼多額度 我們頂多只能讓你投資 7500萬美金 那個誰 張磊就說那我不要了 我要投資就只好是3個億 結果後來他們兩個就達成協議 就投資2.25億美金 可是你知道後來他賺 這筆錢他後來就賣掉 他賣掉的時候 這筆錢價值39億美金 所以 來 我們看一下 3000萬美金 當時從這個起家的 現在他的高齡資本 達300億美金 你就知道他多厲害 就是100倍 然後這個地方是重點 他一年最多只投資2到4個項目 因為研究一個項目 他就研究得很透徹 對 沒錯 有時候甚至只投資一個 OK 看準公司業務模式就要下重駐 所以人家一年只投資2到4個 我們台灣投資不是這樣 我們就說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什麼 同一個籃子裡面 要分散投資 所有的錢都拿去買籃子 沒有一個籃子有蛋 對不對 所以這真的是差很多 我覺得我們可以特別講一下 他投資的行業裡面 你可以仔細看 包括百度 Airbnb Uber 愛奇藝 還有藍月亮 美德 格力 滴力出行 美團等等 其實他投資主要兩個領域 一個領域是網路業的龍頭 有沒有注意到都是網路業龍頭 第二個是什麼 民生產業中間的價值股 包括說藍月亮 藍月亮是什麼公司 它是大陸最大的洗衣劑的公司 包括美德是家電大廠 格力也是 所以他投資其實只有專注兩種 所以為什麼說他是巴菲特 因為他跟巴菲特的投資心法 其實是滿一樣的 就是專注深入的研究 對 所以他沒有從外太工投到內子工 對不對 問一下這個憲政兄 還有什麼特色的人 投資的人 這個大陸的一個復興集團董事長 郭廣昌 他目前來講是大陸年輕人的創業楷模 1992年那一年給他人生一個最大的改變 鄧小平南巡 鄧小平南巡發表了一個三個可以 那包括就是說 從讓有錢人先有錢 不管是黑貓白貓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對 讓不管黑貓白貓 能夠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然後他受到這個感召 因為1992年那一年他帶學生 下鄉去做一些調查 結果沿路上看到 那個紅火到處都在建設 他就感覺說我不應該這樣子 我幹嘛去吃這個頭 所以他就跟兩個同學 那時候兩個同學 先找兩個同學 然後再找第二個 都是他們浙江人 找了四個同學 3.8萬的人民幣創業 他創什麼業 做市場調查 市場調查 他那個公司很大 五瓶大 公司有一台386的電腦 還有一個最大的寶貝 是28吋的腳踏車 就他們的交通工具 就這樣子而已 就在這公司 然後就一直做調查 他遇到第一個貴人 是台灣的原祖 馬祖 我們的元祖 麻吉 麻吉 他要上上海的時候 他希望上海先做一個試調 所以他就用徵選的 海選的 他也去報名了 結果他真的卻評重選 所以他就跟他簽了一個 28萬人民幣的一個合約 結果這個做得非常成功 他跟元祖 馬祖 所長 說你這麻吉太多甜了 來我們家 那個甜度要降一下 結果真的降了一下 元祖 馬祖在那裡一泡好風 所以後來就有三家公司 再找他做試調 這樣四家公司起來 他那一年就賺了 100萬人民幣就進來 第一個100萬 有了一點底氣了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的浦東 有一個浪尾樓賣不掉 他就去承接 1000萬進來 就1000萬進來了 有一次他就跟一些同學 在吃飯的時候聽說 聽說生物科技很好 結果他就已經有1000萬了 他就接入到一個 乙型肝炎的診斷試劑 又給他賺了一個億 一個億以後就是1993年 然後他就把那個名字 本來是一個廣告公司 把它改名叫做什麼 叫做復興醫藥 結果1998年 是他人生的最大轉捩點 復興醫藥上市 結果募了3.5億人民幣 他發現錢怎麼這麼好賺 原來就是要上市 上市才有可能募到錢 我在那邊拚死拚 我拚100年也不可能 所以他這邊觀念一改 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巴菲特 所以他開始進入到黃地產 因為他以前已經有代銷的經驗 他進入黃地產 進入零售 進入鋼鐵 進入證券月 其實都是抓到時間點 投資點 而且他也是有Focus 為什麼 都是做中國本土的公司 對 或者是受益中國市場的海外公司 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四個同學3.8萬人民幣 其中有一個是用腳踏車當股本的 然後到2017年300年淨利潤 淨利潤 上半年 上半年就賺58億 58.6億 淨利 對 所以真的很厲害